第四十四章 雪珀问清玄打算怎么做 清玄却回忆起上次捕捉鬼子的事 应该是一百多年前的事 天地带他前去抓拿鬼子 当他们来到鬼子躲藏地时 发现所谓的鬼子居然是一团光球 男鬼跟鬼母不断的求天地放过他们一家三寇 他于心不忍的向天地求情 认为古籍并未记载 鬼子会对世间有危害之忧 希望天地能牢过他们 但天地认为鬼子本就不应该存在 如果鬼子日后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他们到时再出手解决 那岂不是太晚了 于是下令了杀死男鬼跟鬼子 可怜的鬼母无法接受这残忍的事 仅精神崩溃 变成疯癫的模样 事情处理完后 天地就离开了 只剩下清玄与那疯癫的鬼母 清玄看着吃疯的鬼母 内心不停地问自己 这样做是对的吗 一群人回到家后 施重坤将男轻轻放在床上 李平端了热水过来 用毛巾帮男轻轻擦拭脸部 心疼这孩子啊 遭受什么苦难 怎么会变成这样 众人看躺在床上的男轻轻 气氛陷入了一片沉寂 男轻轻的脸 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 清楚了看见皮肤下的清津 整个人受到像是被吸干了 一点缘气都没有 牧尘神尊先开口 可怜的孩子被鬼子吸走了精气 看那肚子 鬼子应该这几天就会出生了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到鬼子出生啊 李圣妖王说真是孽缘啊 福生有戒 祸生有胎 但下鬼胎 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啊 转头问清玄 上次鬼子的事 后来的结局是什么 清玄回 男鬼跟鬼子都死了 鬼母发疯的流浪街头 最后也恨死路边 牧尘神尊疑问了 清玄怎么会知道 领圣妖王说废话 就天地那个矛头小子啊 带着清玄去杀鬼子 清玄那时候还帮忙说话 可天地怎么可能会放过树立民生的好机会 当场杀掉男鬼跟鬼子留下发疯的鬼母 牧尘神尊不屑说 上位者无仁爱之心 无海寒度量 不配居上位 双眼看清玄说 还好 你不像他 清玄嘴角动一动 不做任何的评论 雪破怕气氛尴尬 说上次鬼子是一百多年前的事 有没有一种可能 男轻轻是鬼母转世 所以今世重生才会延续前世 再度的诞下鬼子 明圣妖王夸奖雪破 脑筋动得真快 但清玄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经历上次鬼子的事后 他调查过鬼子的事 自天地开辟以来 产下鬼胎的记录只有三例 而这三例的人与鬼 之间并没有相连性 连鬼子怎么产生 也没有依据 仿佛是命运 刻意的制造鬼子出生 结果觉得不可思议 命运怎么会做出 这样的安排 牧尘神尊跟灵圣妖王 倒是很平静 直呼命述的安排 有时连神也预测不到 此时 施文琪有些不耐烦的 用力的干咳喉咙 顶声腰王注意到 关心的问施文琪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施文琪说 他们四个人在那里 讨论的真热烈 但可以稍微讲一下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还有鬼子 到底是什么 蓝青青现在要怎么办 语气非常的不悦 宁圣妖王赶紧的解释 鬼子是人与鬼结合所产生的小孩 蓝青青应该这几天就会产下鬼子 所以他们得轮流照顾蓝青青 让他能顺利的生产 施文琪夸张的张大嘴 说人跟鬼根本不可能结合 怎么可能会有鬼子 却过回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发生了 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 他们也搞不清楚鬼子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施文琪听完两眼圆真的看周天琪跟李平 问他们有没有结合 有的话会不会也产下鬼子 周天琪他们两个害羞的说 他们没有结合 施文琪语气轻松而回 当然没有啊 人又碰不到鬼 要怎么结合 看来只能问那男鬼 到底是怎么跟男青青结合的 领声要往背施文琪直白的话 下了咳嗽好几声 知道他等一下一定会逼问男鬼 叫他用词含蓄一点 施文琪不理会 心里早已想好 待会要怎么问男鬼 李瑞颖开口问 鬼子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领声要往却回不知道 因为鬼子本身有为天理 天界根本不会容许鬼子的存在 所以之前的鬼子 几乎是一出世不久就被杀害 这事清选也知道 上次的鬼子 就是天地带清选去杀的 李瑞颖有点意外的看清选 清选说晚点再跟他解释 领声要往问 那男鬼呢 施仲坤说 在他的葫芦里 拍拍腰间的葫芦 领声要往让李平 照顾尔兰亲亲 周天琪也留在这里 他们先处理这男鬼的事 第四十五章 于是他们一群人来到屋顶 各自的准备好武器 施文琪拉了一张椅子过来 悠悠哉哉的坐在椅子上 其他的人站在施文琪的后面 把发言权交给施文琪 施仲坤见大家准备好 便拿着葫芦放出了男鬼 瞬间男鬼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男鬼愤怒了大吼 为什么要抓他 亲亲了呢 但看到李瑞颖时 眼神流露出惧怕 施文琪问男鬼是怎么勾搭上男亲亲 还有他是怎么让男亲亲怀孕的 男鬼哼一声 别过头不理会 施文琪嘴笑 换了李瑞颖 李瑞颖拿出短笛 欲推奏曲子时 男鬼金句儿马上说出他与男亲亲的事 原来男鬼叫肖锦华 生于康熙年 本来是在学堂教书的先生 有一年冬天 他自外地回来的路上 不幸的被马车撞到 跌落大水溝溺水死掉 死后 他和一般的游魂来到冥界报道时 脑中却突然出现好多的画面 他头痛的倒在地上翻滚 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 他的头终于不痛 而他也想起了那些画面 是他与亲亲前世的记忆 他与亲亲在第一世时 曾取下了白头邪扰 永不分离的诺言 奈何情深远浅 他家遭逢变故 逼迫他另取他人为妻 亲亲也嫁于他人 两个相爱之人 即使在街道相遇 也只能用眼角 偷瞄对方一眼 将心底的爱 深深的埋藏住 而他带着这份爱 直至顽固 后来他要转世前 曾听到一位老人的声音 老人说许他们七世情愿 接下来的六世 他们都会相遇相爱 所以第二世时 他与亲亲相遇的 只是他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而亲亲是他的丫鬟 他们相爱了 可却不能在一起 到最后 亲亲因肺病过世 而他呢 又娶他人为妻 最后郁郁寡欢的去世 第三世 亲亲是他继母的女儿 他们之间虽没有血缘关系 但爱与身份 他们还是不能在一起 最后还是一场悲剧 第四世 肖锦华的话未完 诗文琴立即打断 诗文琴问肖锦华 前面这六世 他与男亲亲相爱 可却不能在一起 对吗 肖锦华回 严格来算 应该是四世 他与亲亲相遇相爱 因为第五世 他还未找到亲亲 就去世了 后来他逃离明界 来到阳间找亲亲 却找不到亲亲 很多年过去了 他才找到亲亲 但却是亲亲的第六世 而且是一位尼姑 他只能在远处 看着亲亲 等第六世的亲亲逝世 他又开始找寻第七世的亲亲 每天在这世间飘荡 看着世代的转变 他对亲亲的爱 丝毫不减 只是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就在他万念俱灰 要放弃时 他终于找到亲亲了 亲亲一个人 坐在大树下哭泣 看着伤心欲绝的亲亲 他舍不得的伸出手 抚摸亲亲的脸 突然亲亲感觉到他的手 那时候他才知道 比七世的亲亲 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 所以他开始跟在亲亲的旁边 趁晚上亲亲睡觉时 他潜入亲亲的梦境里 与亲亲聊天 起初亲亲很怕他 不敢和他说话 他也跟亲亲保持距离 不下他 渐渐地 亲亲才敢跟他诉苦 原来父母的宙事 带给亲亲很深的伤痛 只是在人前 亲亲总是白笑 带给身边的人欢乐 其实亲亲一直很难过 第46章 所谓你们是在梦中所结合的事 才有了小孩 世伍奇直率地丢出这句话 萧锦华羞难地点点头 雪过大喊 怎么可能 在梦中做那档事 居然会令活生生的女子怀孕 质疑萧锦华没有说实话 可萧锦华情绪激动 指自己句句属实 没有半点虚假 但雪过还是不信 问清玄怎么看 清玄却问牧尘神尊 跟领圣妖王 有可能吗 领圣妖王见萧锦华的神态 无相说谎 会不会是这七世情缘的因素 才会诞下鬼子 诗文奇吐槽 什么七世情缘 根本是七世魔咒 相爱了 却不能在一起 在一起了 却人鬼相隔 这是哪门子的情缘 雪过点头如倒算了 认同诗文奇的话 觉得七世情缘的事 得查清楚 可因缘 使月老在掌管 只有问他 才会知道 所以领圣妖王 推推了牧尘神尊 说他不是与月老 颇有交情 这事就交给他 牧尘神尊态度强硬的拒绝 说他绝对 不要再见到月老 领圣妖王 眯着双眼 靠近的牧尘神尊 说他这般反应 该不会是下棋 输给月老 跟人家翻脸的吧 牧尘神尊心虚的 不看领圣妖王 说他才不是那种 小家子气的人 领圣妖王 露出了狡诈的笑容 拉着牧尘神尊的手 说既然不是小家子气的人 现在就去找月老 快去 手还用力的推牧尘神尊 牧尘神尊反感的避开 领圣妖王的手 面色不好的喊 去就去 衣袖一挥 人就消失不见 领圣妖王心情甚好啊 对牧尘神尊消失的地方喊 老家伙 终于踢到铁板了吧 世文奇无言以对 不管这两位老人家幼稚的行为 摸摸下巴 似乎在思索什么 李瑞颖不由自主的看身旁的清玄 清玄眉头紧簇 李瑞颖担心的手碰触清玄的侧面 清玄吓了一跳 转头的看李瑞颖 李瑞颖说他皱眉的样子很丑 清玄才放松了眉头 阿里问清玄 要不要掉萧锦华的生死簿来看 这样就会知道萧锦华有没有说谎了 清玄瞎了一眼萧锦华摆上了严肃的脸谱 喊了一声文判官 过了一会儿 一声红色官服的男子 恭敬的出现在清玄面前 李瑞颖仔细的打量眼前的男子 左手拿着一本布纸 右手握着鼻 难道这就是传闻中的文判官 清玄要文判官 调出萧锦华的生死簿 手指向了萧锦华的方向 文判官顺清玄的手看去 萧锦华面无表情的待在原地 文判官随即的翻开生死簿 找寻了萧锦华的资料 找到后并递给清玄看 清玄接过来 正要看时 李瑞颖的双手 已在清玄的臂膀上 小脑袋瓜往清玄的胸膛靠去 脸上写着好奇两个字 清玄不生气 反而微笑的把步子放低 与李瑞颖一起看 文判官惊诧的瞪大眼 他没看错吧 没看错吧 内心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一向高冷的冥王大人 居然会让一个凡人与他亲近 而且他们两个看起来很亲密 那名少女到底是谁啊 阿里见文判官的表情丰富 猜测文判官的内心现在正在演小剧场 演嘴偷笑着 看着步子上弯弯曲曲的文字 李瑞颖扁起嘴 跟清玄说 他看不懂 清玄说 这是天界的文字 他当然会看不懂 所以清玄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给李瑞颖听 这下文判官的眼睛瞪得更大 他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冥王大人 是他认识的冥王大人 这也相差太多了吧 该不会是哪个不要命的假扮冥王大人 天哪 谁来告诉他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转头了看阿里 阿里被他浮夸的神情 笑得何不拢嘴 学破看不下去了 只好跟文判官讲 这是清玄说的徒弟 叫李瑞颖 李瑞颖这三字蹦出来 文判官吃惊的盯着李瑞颖看 李瑞颖不就是冥王大人 要他小心保管生死部的人 原来就是他 诗文奇起身的动动身体 问清玄哥生死部看得如何 清玄和尚生死部交给文判官 不理会文判官脸上的小表情 都到萧锦华前 明天 不理会文判官